这一箱这一边还不脏 主要是那一边脏 我们把皮移过来先 我们把他的皮给他移到这一边来 然后再来清理 槽虫在底下节俭 大家看 这槽虫在底下节俭 这一边不是很脏 他主要是那一边脏 我们把它换一个方向 然后再来清理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花粉浆 我们帮他把皮换一个方向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超级脏 那个地方有槽虫节俭 那一根槽虫青木片 边上好像有几只死槽虫 这个位置你看 超级无敌的脏 你看里面还有那个槽虫 哇好大一条好肥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肥的一条槽虫 你看这个槽虫 看见没有 好肥的两条槽虫 我把都变出来 我把它铲出来了 大家看啊 槽虫啊 然后这是简 那底下还有一条 你看,哎呀 兩條啊,還沒死啊 你看,這底下還有很多剪啊 這裡面應該還有草叢,哇,還有一條,你看 哦,好肥啊 看不看得見 好肥啊,這一條啊 掐死它先 然後把它鏟出來啊 這要是上皮就完蛋了,你們看 三條啊 這個蜜蜂今天算是很友好啊,沒有遮我 我們看一下這裡面還有沒有啊 好,這一箱長草叢了,哇,草 另外的那一箱,等一下我們也清理一下 把所有的蜂箱都給它清理一遍了 這一根就是草叢青木片啊 沒有,沒有草叢去攪,我們把它放在這邊上啊 放在這個角落這裡 我們把這些位置都清理一下吧 現在沒有多餘的箱子 要是有多餘的箱子 直接給它換一個新箱子上去是最好的 好,這一箱也搞定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另外的箱子 要不要清理 清理這一箱風被遮了兩下 啊,好痛啊 大家好,這個蜂箱這樣就清理完畢了 他們還想來遮我 這一箱風真的太兇了 啊,今天總共被遮了有十幾針吧 去我朋友那裡幫他抖那個蜂蜂群的時候 我的大腿被遮了七八針 不過,還好吧 我們這種被遮習慣的 它現在遮下去,我們可能現在會腫 然後明天它就消腫了 就是遮習慣了它消腫的比較快 很多朋友問我說被蜜蜂遮了,擦什麼油 如果你們現場馬上被遮 然後你們馬上塗蜂油精 它基本上不會腫 或者那個雙飛人啊 酒精也行 遮了它馬上遮你啊 你馬上把那個刺拔掉 然後搞點酒精啊 或者是那個雙飛人 或者是蜂油精抹上去 基本上這樣就不會腫 像如果你是被遮了,然後腫起來了 那麼我推薦大家用活樂油 活樂油它的滲透力比較強 基本上抹上去第二天就消腫了 而且抹活樂油比較爽 你把它搓,搓到那個發熱啊 你就不會覺得很癢了 剛剛大家已經看了啊 這個蜂箱呢 每隔一段時間它箱底會非常的髒 像很多朋友啊 他們都說有巢蟲 就是因為你這個箱底太髒了 然後那個巢蟲啊 它在這個箱底節減 所以大家久不久 比如兩個月三個月 你可以清理一下蜂箱 如果你有多餘的蜂箱 那麼你最好就把它換下來清理啊 換下來然後清理乾淨 放火燒一燒是最好的 我現在沒有多餘的蜂箱啊 等過一段時間有多餘的蜂箱了 之後我就換下來把它們用火燒一燒 這樣就能預防這個蜂蟲啊 因為蜂蟲它比較喜歡躲在那個箱底 那個蜂蟹裡面啊 然後在那裡面節減 蜂蟲最終呢 它會變成一隻飛蛾 我那天在自己家的廁所拍到一隻啊 那個就是蜂蟲的媽媽 我給你們看一下 在這裡啊你們看一下啊 這種就是蜂蟲的媽媽 叫做飛蛾 這個蜂蟲呢就是這個蜂蜜 它靜悄悄的晚上鑽進蜂箱 然後在蜂箱底 纏暖 纏了暖的它又靜悄悄的跑出來 如果你們風量不夠厚的話 這個蜂蟲它就會上皮 然後在那個皮的中間鑽啊 那些蜂蓋子就會被它鑽死 所以就會出現了那個白頭蛹 像蜂蟲的話比較好製 也比較好預防 如果你們出現了蜂蟲 那麼你們看哪一些皮的那個白頭蛹 很多的 你們把它直接把那個皮給退掉 然後呢 掛一個蜂蟲青木片 再把蜂箱給換下來 用火燒一燒 清理乾淨用火燒一燒 然後保持蜂多於皮 然後蜜蜂就會自己去清理它們的啊 這個不需要過多的糾結 你只需要幫它把蜂箱清理乾淨 把那個白頭蛹死在太多的那個老皮 給它退掉 剩下的就交給蜜蜂自己去處理了啊 如果你們比較閒的話 可以一個月給它清理一下箱底 然後預防潮蟲的話 可以放這個潮蟲青木片 它有一些潮蟲呢 它會跑去那個木片那裡節儉 然後咬到那個木片 那個木片上面有康寬 是一種毒藥來的 也是一種沙蟲藥來的吧 它那種是一個那個雪糕棍 然後去浸泡過那個康寬啊 這種東西呢 不要放多 一箱放個一片到兩片就行了啊 然後爛子病呢 就有幾種 這樣一般的大部分的人 估計都是這種潮蟲引起的 叫做白頭蛹 就是你們看嘛 它封蓋的時候 那個一條一條白白的 然後那個蜜蜂已經是成形的了 你們都可以看得見它的眼睛啊 什麼的 然後那個蜡蓋被咬開了 那種就叫白頭蛹啊 這種就是潮蟲引起的 很好處理的啊 如果是那種還是一條幼蟲 然後就爛在裡面的那種叫中囊幼蟲病 大家要去買那個中囊抗體來餵 好啦 這期視頻就給大家吹到這裡了啊 喜歡我的視頻 點個贊 關注一下 轉發一下 謝謝